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后世纪 今天分享一个面条独特的新吃法 出锅让你馋的流口水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根丝瓜切掉外皮 然后切掉头尾,再切成小段 最后切成条,放碗中待用 斜筋的番茄去掉根部,然后切成两半 最后把番茄切成小块,放入盘中 洋葱切成片,放入盘中 切点蒜片,葱花,姜末,放入碗中 碗中倒两个鸡蛋搅散 切过烧油,倒入鸡蛋液炒熟 炒熟后,出锅待用 锅中再次放油 宝葱姜蒜炒熟 宝丝瓜,洋葱,番茄,翻炒一分钟 放点食盐老抽,黄豆酱调味 搅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把鸡蛋碎倒进去 舀上半碗汤汁放碗中 把面条折断,平铺在锅中 把料汁均匀地浇在面条上 然后盖上盖子,大火蒙煮五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翻煮半分钟 半分钟以后即可出锅,装盘 哇,实在是太香了 一盘美味的番茄鸡蛋蒙面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有食欲,闻起来特别香 吃起来汤汁浓郁,色色又热 喜欢就跟你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